公子 公子你看清楚了 是他不是 正是 放心吧 古洛巴图 就是他抗拒税淫吗 刘大人 这小子暗藏私仇想躲避关税 我对他稍加诚挚 也是理所应当啊 这么说确是你砍伤他的 没错 这种奸伤 砍死他也不为过 大胆乌勒巴图 勒索磕伤 致人重伤 该当何罪啊 姓刘大 你不是说要审这家伙偷了关税吗 你 你怎么神起我来了 来人 将乌勒巴图拉下去 先给我重则四十 然后关锦大牢 择日再审 爹 爹 救我 住手 住手 谁都不许住手给我接着打 我看谁敢停 打 刘总训 你别欺人太甚 你只不过是个从三品的监察使 在这山东的地界上 还轮不到你发号施令呢 来人哪 给我把刘总训拿下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把刘总训拿下呀 乌大人 你看清楚了 各位 把乌大人送回后堂 注意 没有我的命令 巡抚衙门的任何人 不准离开府衙 这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 乌大人 您的眼神忒差了 您看清楚 他们可都是总督府的兵 这 太后一纸到 刘总训接旨 臣刘总训 奉天承运 圣母皇太后一旨 哀家近日身体欠安 特命刘总训即刻启程 火速回宫释驾 钦此 刘大人 难道你想抗旨不尊吗 臣 领旨 喂 你还不乐 我给你学一个老尖巨滑的乌尸探 怎么样 看啊 好笑吗 这不是乌尸探了 这是憨憨的河深 嗯 既然你还不乐 嗯 那我再给你学个人 你猜他是谁 这是谁啊 猜出来了吗 猜不出来了吧 这是乌拉巴图 你终于笑了 现在我发现逗人乐比沈案子难多了 你要是再不笑我只好挠娘了 好了好了我不烦就是了 反正再烦下去 老爹 你们把乌拉巴图抓进大牢了吗 已经关进大牢了 那我怎么看着像他把你们抓进大牢了 唉别提了 刘大人刚